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丧命》的最后一刻伴随着她的是她最爱的乐曲《忧郁的星期天》和她最爱的女人的照片 房间传言是这首受诅咒的曲子让她丧命 兴许她已知道并非如此 只是不知道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她心里适合滋味 她狼狈倒地而亡的过程都被照片里的女人注视着 这一刻女人足足等了半个世纪 六十年前的今天 汉斯也在这家餐厅 只是那时的焦点是女人伊洛娜 伊洛娜的生日和汉斯同一天 一个美得如天使 俘获了很多男人的芳心 一个是狂热的愣头青 即将蜕变的魔鬼 那天伊洛娜收到了三份礼物 来自三个男人 汉斯用德国造的莱卡相机 为她拍了一张照片 餐厅老板拉西罗也是她的情人 送给她一枚蓝色的发簪 而钢琴师安德拉许 为她谱写了一首曲子 琴声如气如素 仿佛把一个人带入圣洁的幽暗之境 然后在你耳边低语 告诉你你不想听的话 然而你又知道 这些都是大实话 让你不得不驻足聆听 这首曲子是伊洛娜最喜欢的生日礼物 她看钢琴师的眼神 溢满了她对她的倾慕之情 这些都被拉西罗看在眼里 伊洛娜几乎是所有 见过她的人心里的谬思 她追求者如云 但在钢琴师出现之前 拉西罗从未在她眼中 看到这样的神色 即便是对她自己 他们在一起四年了 平静快乐的四年 但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即便多么微妙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她住进了伊洛娜的生活 而显然 钢琴师住进了伊洛娜的灵魂 当晚打样 四人同行 汉斯仍旧不死心地跟着伊洛娜 她以一个强大的帝国作为后盾 向伊洛娜求婚 汉斯说为了伊洛娜 要开一家德国最大的进出口公司 她想以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份 捧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但伊洛娜笑了一下 直接拒绝了她 对于一个学音乐 且崇尚自由的女人来说 这个求婚 未免烟火气太重 更何况在她眼中 她连朋友都算不上 她只是餐厅的一个客人 仅此而已 汉斯伤心地走了 寂寥的夜 空旷的街道 终于走到十字路口 两个男人返家的路 一边一个 伊洛娜犹豫了 拉西罗表现出来的大方很不自然 尽管她确实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 但让心爱的女人重新做选择 如说不是爱的深切 她绝对做不出来 她走了一段路 回山望去 伊洛娜已不见身影 只剩下路灯寥寥 她很难受 不知不觉 溜达到多脑河边 那晚伊洛娜与钢琴师缠绵前卷 拉西罗则戒然一身 站在炼子桥上看风景 突然一阵落水声响起 原来是汉斯被伊洛娜拒绝后 心灰意冷 一头扎进了多脑河 汉斯最终没死成 拉西罗救了她 这个失恋的男人 在这个失恋的夜晚 救了同样失恋的情敌 她把汉斯带回家安顿 第二天 汉斯九行响开了 她上了回柏林的列车 临走前她说 以后会报答拉西罗的 而拉西罗呢 她也响开了 或许因她有着犹太人的精明 又或许因她有着绅士的风度 当然 最重要的是她深爱着伊洛娜 每个人都想要两个人 而伊洛娜拒绝了 一拉斯罗 一安顿 一安顿 肉与林 她兼得 幸福似乎特别关照他们 一个餐厅老板 一个女招待 一个钢琴师 他们守着这家体面的餐厅 过着他们不为人知的自由生活 与世无争 互相成就 那天 伊洛娜发现 顾客里来了几个 维也纳的音乐出版商 便告诉了拉西罗 拉西罗心领神会 先是让伊洛娜 给对方准备松子酒 然后告诉安德拉许 看到伊洛娜上完菜之后 就开始弹《忧郁的星期天》 安德拉许不明所以 但照做了 音乐响起 如愿如目的乐声 立马吸引了出版商的注意 一曲结束 拉西罗若无其事地 走到出版商跟前 毫无疑问 在得知此曲尚未出版之后 出版商立马想拿下这首曲子 这个时候 拉西罗那犹太人的精明 和善于谈判 就派上了用场 双方一来一回 很快就敲定了版权费 拉西罗为此拿出 店里最好的将宾庆祝 安德拉许对交易和谈判 完全摸不着头脑 便顺势以10%的收益 请拉西罗当他的经纪人 拉西罗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在唱片封面附注 本曲出自萨博餐厅 他就觉得很自豪了 顺其自然的 曲子随着广播在世界各地飘扬 萨博餐厅也声明确起 来客 络绎不绝 然而他们三人的平衡关系 还是出现了危机 每个夜晚 一个男人的快乐 都将附着在另一个男人的落寞上 裂痕始于 伊洛纳佩安德拉许去维也纳观唱片 一去三天 拉西罗当然也被邀请在内 但萨博餐厅的原则是全年无休 除非出现不可抗礼 两人的离去让他嫉妒 回来后三人就争吵了 但男人间其实并无怨言 他们一致认为是伊洛纳让他们受苦 听到这话 伊洛纳生气地走了 第二天 他决定同时跟两个男人分手 并非处于报复 也没有赌气 既然他们不快乐 那就结束这样的关系 但男人们不同意 伊洛纳 我们需要你 你需要我们 我们也需要 我们两个人 男人们又想开了 三人再次和好 但接下来的日子 安德拉许遇到了麻烦 先是来店里的画师 再是钢铁和纺织弹王的妹妹 一周之内无起自杀 他们死的时候 房间里都放着忧郁的星期天 人命关天 安德拉许不堪重负 买了一瓶药 打算以死谢罪 幸亏拉希罗和伊洛纳 及时阻止 和希特勒扫荡 欧洲齐名的 就是忧郁的星期天 媒体越是谴责安德拉许 大发死人才 安德拉许就越想要找到 隐藏在旋律背后的玄机 三年过去了 157个人 死于这首曲子 这些人 都是看起来生活体面的人 没人知道为何 他们选择自寻短见 但安德拉许 似乎 渐渐明白了 他们这违背世俗规则的幸福 持续了三年 三年后 汉斯回来了 汉斯的归来 让安德拉许 彻底悟到了曲子的深意 汉斯以一名 趾高气昂的 纳粹军官的身份 再次出现在 萨博餐厅 他惦念着肉卷的味道 也惦念着 他得不到的女人 他提醒拉希罗 在众人面前 得称呼他为上校 而且他还不顾拉希罗 为顾客定下的 不可逾越的规矩 直闯厨房 并故意弹了安德拉许的钢琴 第一天到餐厅 与汉斯同来的 纳粹军官 就在酒足饭饱之后 打了拉希罗 只因拉希罗是犹太人 在安德拉许 送拉希罗回家的时候 汉斯又趁着 送伊洛娜回家时 向伊洛娜表白 他说他爱自己的太太 不会为别的女人背叛他 伊洛娜再次拒绝了他 但汉斯从伊洛娜房里 出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安德拉许 怀疑和耻辱 在他心里生疼 安德拉许折身返回自己的家 他心里有芥蒂了 隔天 拉希罗和伊洛娜商量 先把店挂在伊洛娜的名下 请汉斯给拉希罗开张 备称入伍的证明 这样兴许能帮拉希罗 躲过一劫 等到灾难过去 再把店挂回拉希罗的名下 伊洛娜当然懂这些 这么多年 他们一起经营这家餐厅 虽无名无分 却像多数安于县市的夫妻一样 伊洛娜马上去找汉斯帮忙 汉斯连忙打包票 有他在 拉希罗绝对安全 但却没开任何证明 从汉斯办公室 也就是被纳粹占领的 昔日钢铁纺制大王的别墅 出来之后 伊洛娜发现安德拉许 在等着他 伊洛娜没有解释 他从来不想解释什么 他和两个男人之间 不为世俗接纳的关系 他不屑于解释 被安德拉许误解的时候 他不愿意解释 不被懂得 不被信任 解释又有何用 他们之间的别扭 拉希罗并不知情 当晚汉斯又带着另一名 纳粹军官到萨博餐厅 这次汉斯要求拉希罗 给他讲个笑话 拉希罗是个生意人 稀释宁人 是他求生的本事 于是他便讲了一个 集中营的笑话 有个装了一只 一眼的指挥官 心情好时 喜欢让犹太人 猜他哪只眼是假的 猜对了 可全身而退 猜不对 则遭枪决 一个犹太人 仔细瞧过后 回答左边是一眼 指挥官问他 为何能这么快分辨出来 他回答 因为指挥官的左眼 看人很宽宏大亮 这个暗示求饶的笑话 果然让汉斯哈哈大笑 但他不罢休 要求安德拉许 为他演奏 《忧郁的星期天》 他要在伊洛娜面前 践踏这两个男人 但安德拉许 窥然不动 他不是生意人 他是艺术家 伊洛娜见识不妙 便上去拿着安德拉许 不久前为忧郁的星期天 所填的词唱起来 他请求安德拉许 为他伴奏 《忧郁的星期天》 Heute mach ich mich auf den Weg in die lange Nacht bald brennen Kerzen und Rauch macht die Augen feucht wein doch nicht Freunde denn endlich fühl ich mich leicht der letzte Atemzug bringt mich für immer heim im Reich der Schatten da werd ich geborgen sein 这些歌词 伊洛娜当时读起来 心惊肉跳 那会儿他警告安德拉许 绝不能那样做 安德拉许回复他 只要还有你 我就不会 此刻 一向说自己 只在独处时 才唱歌的伊洛娜 为了救安德拉许 打破了自己的原则 四目相对 安德拉许的眼里 看到的伊洛娜 美丽 悲伤 而他自己的心里 绝望又不甘 伊洛娜唱完 哭着跑进洗手间 他感到耻辱 自由被剥夺 原则被践踏 安德拉许 比他更早意识到这些 但此刻 他才感觉到 那从骨子里 透出来的冰冷 他甚至都误解了伊洛娜 他才用他的尊严和体面 保全他的性命 在伊洛娜的泪水之后 枪声响起 安德拉许 抢了汉斯的枪 引淡自尽 从伊洛娜的歌声和泪水里 他终于知道了 那157个人 为何走上绝路 不 他认为 他们该是和他一样 觉着死亡 实则是自由之路 而这首曲子 就像一直在追问着你 你的尊严 哪里去了 生命的体面 哪里去了 你真的 还要这么被践踏下去吗 安德拉许的葬礼之后 汉斯继续假意 向拉西罗提供帮助 实际上 却是向起施压 利用拉西罗的人脉 搜刮犹太人的财产 他对把犹太人送进大烟囱 没有兴趣 他只想发战争财 每个犹太人 只需交给他1000美金 便不会被送去 特殊处置 另外 他提醒每一个 被自己救下的犹太人 哪天形势转变了 可不要忘记 是谁救了他们 拉西罗的生死 拽在了汉斯的手里 当听到汉斯 轻描淡写地 说着犹太人的生死时 他似乎懂得了安德拉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 只要还保有一丝自尊 即使受伤害 也可以熬得过去 但伊洛娜告诉他 或许还可以选择留下 为幸福而奋斗 拉西罗也想要为此奋斗 但他已经没有生路了 汉斯之前骗他 会给他生路 但在利用完他之后 就把他列入了 头号名单 拉西罗被纳粹带走那天 伊洛娜马不停蹄去找汉斯 当汉斯的手 脱下他的一群时 他不再反抗 他早就看穿了汉斯 但他仍旧抱着 能救出拉西罗的幻想 而任他凌辱 他可以同时 和两个男人交往 因他们是他所爱 因他们爱他 此刻 非他所怨 强人所难 极为辱 然而最后 汉斯也没有履行诺言 他匆匆赶往火车站 救下了一个数学教授 而他的背后 是拉西罗心如死灰的眼神 同样的车站 三年前 拉西罗是他的救命恩人 如今 他成了拉西罗的柜子手 列车开走了 方向稍为新集中营 一年后 战争过去了 安德拉许的墓碑 早已芳草七七 而拉西罗连葬身何处都不知道 往事已被尘封 汉斯如愿在战后 靠着发战争才成为了德国最大的进出口企业的总裁 并且利用自己救了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的姓名 为他赢得了美名 他死于八十岁的生日 他倒下的时候 他的妻子忙着捡掉落的珍珠 而餐厅的厨房里 有位别着蓝色发簪的老妇人 正一边哼着忧郁的星期天 一边清洗空了的毒药瓶 那是当年 安德拉许和拉西罗 想用来了结自己的 最该被了结的人 已被了结 布达佩斯成的忧伤 即将消散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订阅我的频道 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开心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